1992年6月的一天,一位普通村民把村中水潭的水抽干后,发现了一个隐藏了上千年的石窟。 它庞大的工程量,精巧的设计,一切都在暗示着它的宇宙不同。 然而,这座石窟却没有任何文字记载。 它到底是谁修建的,又为何建造? 敬请收看《石窟之谜》。 《石窟之谜》。 1992年6月12日,石岩贝村村民吾阿乃在一个深不间谍的水塘边忙碌着。 这已经是连续抽水的第四天了。 随着抽水机的轰鸣声,吾阿乃注视着水面在缓慢下降, 慢慢地在水面上浮现出了几根类似石柱的东西。 一丝莫名的恐慌,涌上了它的心头。 在浙江省中西部,有一个叫龙游的小县城。 县城面积狭长,一条江水环绕而过。 与县城隔水相望的,有一座小山,名叫凤凰山。 一直以来凤凰山在人们的印象中,是一个安逸宁静的小山丘。 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,一场特大洪水袭击了山脚下的村庄。 村民们被迫移居山上,这才有了凤凰山上一个叫石岩贝的村子。 四十多年来,村中的村民一直过着安逸祥和的日子。 尤其值得他们满意的是,山上了几十口水潭保证了他们的生活用水。 据村民讲,这些水潭在他们上山之前就已经存在, 而且潭中水质很好,取之不尽,用之不解。 就这样,这些水潭一直陪伴着石岩贝村村民们平静的生活。 直到一九九二年六月,一个叫吴阿乃的村民终于压制不住内心的好奇, 决定抽干潭中之水,看看这水底到底有什么呢。 吴阿乃组织了三个村民,筹集了一点资金, 又弄了一台抽水机,开始抽水。 四天以后,石柱的出现出乎了吴阿乃等人的预料。 有点怕抽不干,面积相当大,看起来,四个柱子露出来,怕抽不干,抽不干我们这个资金的就白头了。 不过,这几根浮出水面的石柱给了他们一点希望。 因为石柱明显是人工雕刻过的, 这浴室的水下,深不可测的地方肯定还有人类活动的遗迹。 吴阿乃等四人经过协商,下决心再抽。 于是他们动用了四台抽水机,昼夜奋战。 十七天以后,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黑洞。 吴阿乃怀的一丝恐惧和惊喜顺着洞口向下摸索。 经过一段漫长的路之后,他到达了洞底。 借助从洞口射入的阳光,再加上眼睛在黑暗中适应了一段时间后, 一座形式规整的巨型石窟在他面前浮现出来。 这个石窟完全不是吴阿乃原先想象的天然溶洞。 显然是一个人工开造出来的居所。 石窟底面积近两千平方米,最高处有三十多米。 洞中均匀分布着四个石柱,洞顶从出口往下逐渐清晰, 而洞内没有留下任何遗迹。 仿佛他的主人曾在一瞬间化为了灰烬。 紧接着第一个石窟后,又有四个洞窟被抽干。 他们的结构基本类似,只是体积大小各不相同。 村民们对这些洞穴感到既惊讶又疑惑。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,吴阿乃所发现的就是举世闻名的龙游石窟。 而且他还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地下建筑群。 那么,龙游石窟到底是什么人建造的呢? 村民的发现让世人和专家震惊。 龙游石窟的工程量不仅惊人,而且他建造的目的更不明确。 在相对生产力低下的年代,古人究竟如何克服石窟建造的采光定位等难题,修建了这样一个宏伟的地下工程。 修建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? 只要粗略统计一下石窟工程量,就可以得到一个惊人的数字。 从已经抽干了五个石窟来看,每个石窟平均比面积约一千两百平方米。 平均开凿石料铁机为三点六万立方米。 石岩被存已经发现了洞窟二十四个,那么总开凿量将近九十万立方米。 如果按一人一天可以开凿并运输零点五立方米的石料, 那么一千个精壮劳力不分寒暑户下,业业继日的工作,也需要耗费五年的时间。 显然这样一个工程绝非一般个人或团体在短时间内完成, 它应该是一个历史性的国家级工程,需要强大的政权及彩礼支持。 对于类似的工程,在中国首先使人想起的就是长城和秦始皇的兵马俑。 长城是砖土累积而成的地上建筑,修建时间可谓上下两千年。 仅秦代修长城就动用了三十多万军队近五十万民夫。 兵马俑则是地下夯土结构建筑,其一毫坑面积就达到了一万四千二百六十平方米。 至今仍无法估计出它的用工时间和用人数量。 而在世界范围内,群迷类似的大型古代实质建议也只有埃子金字塔。 其中一座叫胡夫的金字塔就是由两百多万块巨石砌成, 普遍认为建造它的时间不少于三十年。 但是这些宏伟的工程都已经名垂青史成为了节奏, 为何龙游石窟竟是无人知晓, 而在历史古迹中也没有任何记载。 不论是金字塔,万里长城,还是兵马俑, 它们的建造目的都十分明确。 而龙游石窟到底是为何而建,又是何人所修呢? 如果说龙游石窟的工程量已经彰显了它的神秘而不可知, 那么石窟的建筑结构则无疑为这种神秘又勾化了浓重的一笔。 整体来看,在石岩被存方圆近一平方公里的掩体下, 已经发现有二十四个洞窟。 通过立面风度图可以看出,石窟开凿密集长度是相当大的。 从已抽干水的五座石窟看, 它们的形状结构基本一致, 间距也非常接近, 却没有被打通。 而通过后来开凿的墙壁发现, 一号洞和二号洞只有一墙之格, 在这墙后面就是另外一个石窟。 古人开凿到这里,明显地停住了。 当工作人员再度把二号洞上下相邻的六号洞的淤泥清理完毕后, 发现六号洞和二号洞间距也仅为五十里。 这样的一个微小距离被准确地维持在这么大面积上, 没有实现的总体规划是不可能做到的。 杨洪勋曾从事建筑历史和理论研究工作, 后来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, 并创立了建筑考古学学科。 一个一个洞在下面互相看不到, 在下面它平衡的方向一致, 离这很近,最后两个石洞扫好之后形成一个强盗, 这强盗很平行, 有一个外一点就把穿了很高, 所以它的施工的测量仪器很先进, 就是非常准确了, 开造技术, 很高兵, 施工组织, 开这么大的洞, 那得从由浅入深, 由洞口进到洞口远, 而且它有个实性有实际的, 它有想法的。 孙军从事隧道与地下工程研究和教学, 并参与创建了地下结构工程力学学科。 它这个洞子靠得非常近, 就是一个洞一个洞很近, 但是它从来没有打通过, 它没有连通过, 没有连通过, 从我们这个岩石力学, 从地下结构来看, 就是把这个一片中间, 我们这个割出来的一块岩石,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沉重的结构, 就它不是都是基本上是圆的拱顶吗? 这个它要靠这个底下的岩柱, 岩柱把它承受, 不是太踏下来。 对洞窟内石柱的探查, 也可以印证开凿前存在事先规划的可能。 这些石柱和洞体是连接在一起的, 显然都是用预留的方法凿制而成。 石柱大致呈三角形, 尖端朝礼, 与石窟顶部倾斜方向一致。 它们在洞中的排列非常规则, 或沿直线等分, 或在平面中均匀分布。 这就说明, 第一根柱子的位置固定以后, 其他石柱位置也就定死了, 从而整个石窟长宽也就确定。 而要保证石窟群体间的相对位置, 那么第一根柱子的位置就要事先规划好。 这是一个令人头痛的规划问题, 它涉及到复杂的地下定位和垂直定位。 那么石窟的开凿者是否完美地输到了这一点呢? 应用现代测量工具和手段, 对石窟内墙尺寸进行了测量。 发现浓游石窟形质规整, 整体建筑误差极小。 从石窟的形质上看, 基本上实现了原有规划和设计。 此外对石窟的地下布局进行了重新测量发现, 石窟地下定位十分精确, 几个洞窟相隔的墙壁都很薄, 最近处不足一米, 而且墙壁成等厚, 能够平行延伸达几十米。 在这样一个狭窄的掩体内, 开草二十四个石窟, 要保证它们左右相邻, 上下相依而不相通。 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古代, 到底是如何做到的? 建造龙游石窟的技术难题令人费劲, 而它建造的目的更是难以猜测。 我们知道修筑长城是为了抵御一族武器, 建造金字塔是为了彰显法老权力, 他们都寄托了一个国家或君主的宏伟目标。 那么上千年前的龙游石窟的建造目的, 又是什么呢? 带着这些遗门, 再进入到东湖内。 首先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石壁上的花纹。 在石窟的墙壁, 顶面和柱子上全柱都有。 它们是开草时留下的痕迹, 还是有益的装饰呢? 如果是装饰, 这些线条又有什么意义? 仔细观察这些花纹, 发现它们分为弧形石纹和水平石纹两种, 每组间隔约60公分左右。 石纹排布工整, 纹理均衬, 犹如机械加工的一般。 继续在石窟内搜寻, 可以看到石柱在和洞顶衔接之处, 出现了弧度更大的斜纹, 犹如罗马柱的花纹一般, 流畅地将柱体和洞顶的凿痕连接起来, 既达到了装饰效果, 也完成了技术衔接。 另外, 当时开造石窟水, 肯定是由不同的工作面同时进行, 在衔接处就难免不出现不对位的情况。 而从这里可以看到, 古人还是通过精确的控制和细致的修饰, 使着两个工作面的痕迹自然连接。 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古代,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? 然而对于这种垂直向下挖的石窟, 一个很明显的施工难题就是, 石料是怎么运出来的? 可以看到在石窟一侧有一个预流坡道, 这也是通向洞口的雷衣橱, 但令人费解的是, 坡道倾斜角度很等, 尤其是它的台积高差竟有60公分, 让人望而却步。 这是一块与石窟地下材料相同的红砂岩, 长60厘米, 宽40厘米, 高20厘米, 重量约有60千克。 工人们尝试着在坡道上搬运石块, 看得出来, 尽管他们选择了陡坡中最缓的部分, 但仍旧是十分的吃力。 然而无论是采石厂的石料, 还是通过龙游石窟开凿痕迹, 推测石块尺寸, 都要比这块石研石块大上几倍。 比如在四号石窟中, 就留有一块古人没有运出的石料, 它重达240千克, 无法想象它是怎样从这样的坡道上被运送出去的。 开凿石窟的另外一个难题就是洞内照明, 从龙游石窟深度看, 在洞底某个角落几乎是漆黑一片, 如果没有充足采光, 至少那些细致的花纹是无法完成的。 但是古人又是如何实现照明的呢? 甲岗, 同济大学沿土工程系教授, 专门从事地下结构力学和施工组织学研究, 具有丰富的教学及实践经验。 因为它这个洞口很小, 完全靠紫云载光, 那个只能是在某一个时段, 我在太阳, 拼了某一个生活, 它才能做。 而且是越胜, 越想你那胜的话, 它这个关心越淡, 所以它肯定是要有人工的照明才行, 因为它这个圣度现在有的是吉正与圣度, 不是这个什么三米五米的, 因为这个圣度的话, 而且它是倾斜下去的, 你没有这个灯的照明几个, 不行的, 但你假设是这个天台是古代的, 那肯定是人工照明啊。 点灯照明是一个常识, 在古人开造的其他石窟中, 也的确如此, 比如说在安徽黄山市屯西发现的花山米谷, 它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古代彩石产, 在它的洞中墙壁上明显留着燃油的痕迹, 而燃具的排列正好指引着彩石路径, 在这些位置的附近, 也找到了底座, 燃油盘等古代的灯具。 令人不解的是, 在龙游石窟中, 竟然没有找到任何照明装置, 即使是用火留下的痕迹也没能找到。 难道是雨水长时间浸泡冲刷掉了吗? 但一般来说, 火烧留下的炭黑是非常稳定的物质, 很难被惊住。 在石窟内没有找到任何用火的痕迹, 那开凿龙游石窟的照明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? 仔细观察石窟结构发现, 由于洞口开凿在石窟西南角, 恰好使得一天当中始终有阳光从洞口照进来。 而在中午日照最强时, 洞内几乎都能看清楚, 难道古人就是采用了这么简洁的日照照明呢? 面对隐藏地下千年的石窟, 它巨大的工程量以及精确的建造技术令世人赞叹。 然而它的身世却在石料上找不到任何踪迹, 专家对龙游石窟展开了猜想, 究竟它是一座林木, 一座采石厂, 一个仓库, 或是一座练兵厂呢? 请继续收看《石窟之谜》。 一个隐藏了千年的石窟, 庞大的工程量, 精巧的设计, 一切都暗示着它的与众不同。 然而它却没有任何文字记载, 究竟是谁建造了它, 又为什么而建呢? 面对龙游石窟的许多未解之谜, 专家们开始了他们的猜想。 龙游石窟开凿的目的性很强, 首先有专家认为, 有没有可能是死人的林木呢? 龙游地区在历史上曾盛兴了不少小国家, 从当地博物馆出土文物和史书记载分析, 在汉代这里流行建造石窟式的墓穴, 那么龙游石窟可不可能是汉代龙游国君的一个墓葬呢? 在博物馆资料室, 专家们从一幅古画上找到了一个信息, 汉代龙游地区确实有个叫徐燕王的郡主, 曾经大兴土墓修建林木, 于是他们就来到博物馆收藏的历代石碑中, 去寻找徐燕王的庙碑。 非常幸运, 专家们竟找到了半块徐燕王庙碑。 碑文上记载着, 燕王死, 名号齐山, 曰徐山, 凿时为事, 以辞燕王。 这条碑文让人们信心被增, 但遗憾的是, 专家们在已抽干的洞书中并没有找到任何遗留的物品或图文记载, 来判定这和徐燕王林木究竟有多大关系。 后来在新抽干的一个石壶内, 人们发现了几块陶器碎片, 可专家们凭借如此少量的信息也很难查证。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, 一般汉代王室的墓葬都不仅仅是单体墓室, 它有走廊, 而且陪葬都极紧奢华。 比如徐州狮子山的楚王林木, 就留有大量陶戏和金铝玉衣。 那么龙游石窟中的遗物是被人盗走了呢? 还是存在于其他未开发的洞穴中? 或者说龙游石窟本来就不是陵墓? 置身于空旷而阴暗的石窟中, 看着四壁排列工整的凿痕, 让人想起最直观的就是, 这里可不可能是采石场? 因为凿痕中占绝大部分的弧线鞋纹, 被证明正是开采石料留下来的。 周绍雄,杭州师范学院的副教授, 区域文化研究所所长, 到龙游石窟考察的第一个专家, 他认为采石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。 我们经过多方面专家总和研究了, 我们认为它是和采石文化是有密切关系的, 也就是讲,采石是它一个重要的目的。 我们可以看这个, 还是要从洞穴自身的情况来看, 它这个着洞的这个方式, 专家认为它是着层下坡, 条式状的着层下坡, 这么个形式, 层层下坡, 你从这边看到吧, 这么长长的一条, 一层,一层,一层, 做成的往下坡, 开着洞磕会有不同的方式, 但这个方式的话, 它就肯定考虑到了, 要长条的条式状的这么个需要, 开采的需要。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,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岩石的, 这个每个很方面取石的那个功力, 它那时候先采取一种什么呢, 就是三岁就协作的方式, 把这个岩石和岩体, 玻璃, 一种是老鼠, 短短的, 做进去以后, 它实际上就是整个石头就松动了, 再然后一线, 整块石头就从岩体里面脱落下来, 这个是, 应该讲是, 采石的痕迹是比较明显。 不过这里也有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让人困惑, 采石为何要到这么深的石窟里来, 在露天开采, 岂不是更容易? 至于这一点, 当地有经验的石匠说, 地下开采石质较软, 犹如刀切豆腐。 一般, 开凿出来的石料, 只要放在露天经过分化, 硬度便可以加大, 便于加工成型。 为了验证这种说法的科学性, 专家们在现场采取两块石料, 并分别加工成实验要求的正方体, 然后, 他们将石料送到北京建工学院的材料实验所, 等待专门的强度实验仪器, 进行测试。 结果表明, 露天风化后的石料的确较硬, 而风化前的石料相对稍软。 这一点, 为地下采石说提供了证据。 的确在江浙一带, 至今还留有许多地下开采石料的洞窟, 或许可以和他们做一个比较。 在浙江温岭, 有一座历史长达一千五百年的采石场, 但它们大多为横洞, 而且一千三百多个洞穴形式各异, 强勉参差不齐。 显然当时的开凿者, 只是为了获取石料, 所以会顺着实质优良运输方便的路径采集, 全然不会考虑今后留下洞穴的形状。 距离龙游石窟西北方向三百多公里, 就是安徽黄山市屯锡县发现的花山迷窟, 它也是一座人工开凿的石窟。 花山迷窟中有洞穴三十多个, 而且也是相互联通, 形状不同。 考古界最后认为, 花山迷窟是古时的采石场, 它和龙游石窟有着相似的外观和手工凿痕, 难道它们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吗? 仔细观察花山迷窟洞壁开凿面, 它们有着各自方向不同的凿痕, 但是与龙游石窟不同的是, 花山迷窟的开凿面在衔接处, 没有任何的装饰性纹路。 那么龙游石窟为何开造得如此规制统一, 纹路也修饰得如此精美流畅呢? 难道古代的工匠们, 在经历了繁重的采石工作后, 还有闲情一致来美化一个毫无用处的石窟吗? 用途上没来讲心的, 但是书法不易, 采石商也是其中之一, 但从我个人的感觉来, 它作为采石商好像用不得这样子搞得定调稀缺的, 而且是你作为采石商, 为什么它是要从地面挖下去呢? 而不是从村面开采呢? 村面开采的话, 你从运输来讲解也好, 你从人工来讲解也好, 都可以在省得很多。 正是想到了石料的运输问题, 另外一个想法又产生了, 农游石窟可不可能是仓库呢? 因为这样沿着水路, 物资运送是十分方便的。 储粮财, 浙江大学军事教研部主任, 也是首批参与农游石窟调查的专家之一。 他提取了留在石窟底部的泥沙, 经过测试发现含盐量很高, 这或许意味着石窟里曾经储藏过石盐。 结合浓游石窟的地理位置, 储粮财提出了, 浓游石窟可能是军事仓库的观点。 这个地方是一个军事重要的基地, 那么我们都知道所谓兵马卫行, 粮草先动, 兵马卫动, 粮草先行, 所以说它必须要有一个攻它, 这个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大的基地, 那么这就是需要有很多的战备物资, 来囤积在水路交通的枢纽的农游这个地方, 当时那叫太末, 那么这个洞呢, 它有一些很独特的特点, 第一个特点, 它洞与洞之间不相连, 它都是单个的成一个个单元, 那么这个洞口都是方的, 这个小方洞口在汉代的时候, 这个著名的经学家高佑, 他就说过叫方口越教, 这个方口它就是一种教的, 一种典型的标志。 的确, 从地理位置上看, 龙游位于渠江中部, 渠江是乾塘江南辕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, 据史书记载, 乾江下游历来河面开阔, 水量充沛, 百中级的船只中年往返于杭州和龙游之间。 在春秋时代, 龙游被称为孤灭, 也就是当时的水运中心。 到了西汉, 孤灭又更名为台墓, 不仅仍然是水运中心, 而且成为了重要的军事基地。 而在龙游县制上, 的确也记载着利用水路运输的龙游商邦, 至今在龙游一带还保存着许多造船的作法, 而在江堤上还矗立着曾经栓船用的将军柱, 这些都印证了当时水运繁荣的景象。 为了进一步验证龙游石窟是仓库的说法, 储量材还仔细考察了石窟内的环境。 那么它这个洞口呢, 这个都是方的, 垂直打下来, 然后下面这个空间呢, 按照将近四十五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呢, 这个开凿下来, 这个空间的大概高呢, 有这个三十米左右高, 那么这样子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洞, 又是小洞口, 它这个里面的温度、湿度, 包括它里面的小气候呢, 相对稳定。 也就是它很适合于这个储藏一些粮食啊, 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物质室备。 为了得到科学数据, 当地的气象专家进行了严格测试。 根据我们连学一年的观测, 我们这个时候里边的气温跟湿度的话呢, 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, 这里边夏天的温度, 始终能够恒定在15度左右, 这个到了冬天的话呢, 那么这里的温度的话呢, 随着室温的温度下降, 冷空气下滑进来之后, 那么这里边的气温的话呢, 有所下降, 但也能够保持在6到7度以上。 实验表明石窟内的确能保持相对较适宜的温度, 但是湿度却高达90%以上。 这一点又不太符合储藏要求, 难道古人有什么特殊的降低湿度的办法吗? 恰好专家们在古籍中, 又找到了一幅名为脆岩春雨的明代图画, 画中描绘了就在农油地区一个叫脆光岩的地方, 曾经开凿石洞储存物品的情景, 或许将这个仓库和农油石窟做个比较, 就会有一些有益的启发。 非常幸运的是, 经过一番周折, 专家们竟然找到了这个在明代以前就存在的脆光岩, 这个石洞已完全被淤泥掩埋, 但暴露出来的洞顶凿痕倒和农油石窟类似, 不过也有两点实质性的差异, 一是这个洞窟为横穴, 二是从大的位置上看, 它临江而建, 洞口直接冲着江水, 这显然是方便货物运输的。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杨洪勋, 在调查了农油石窟开凿的位置后, 提出了自己的疑问。 我不太相信这张水色, 原因就是什么呢, 仓库有一个目的性, 实用要求, 你比如说造仓库, 它目的不是储存东西, 货物吗, 然后要搁进去, 必要说什么事再拿出来, 不这样吗, 那越方便越好, 或什么, 连着江那一带都是自古, 到现在还是以江为主要交通要大了, 说船运载非常方便, 现在还有不少仓库呢, 地上一流的洞, 都在江边上, 这个石研贝村呢, 就是古起一个丘陵一样, 这个包包就临着江, 临着江, 打一个横穴进去, 那是送东西, 搁进去求仓也方便, 取货走也方便, 要仓库绝没有这种道理, 爬上去把货货, 他就这么搬上去, 从小口, 他就下去搁进去, 将来学业这么复杂, 这么隐蔽, 这么难走, 在树林外, 这不一种, 绝不可能, 是为了储藏东西。 龙游石库的出世, 吸引了不同学科, 不同部门的专家前来调研, 但无论是采石说, 仓库说, 还有林木说, 都有其不可解释的诸多疑点,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老专家杨洪勋, 曾经为许多古代建筑找到了合理解释, 但他对龙游石库也是百思不得其解, 后来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, 他认为龙游石库既然是非常工程, 那么就应该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动, 所以我们就不能用一般常识去衡量他的合理性了。 他是应该有一个社会需求, 绝不是一个普通人, 他有钱, 他造了一种, 造二十几个, 干什么用? 有没有这社会需求? 什么需求? 一推上去和同期时代联系上的话, 恐怕是东周时期, 这个地方有可能是越国的, 后来是越国的版图这个, 在越国消灭五国之前, 报酬学恨之前, 它是一个鼓励国, 一个小国, 是越国的, 这个时期越国有这个可能, 国务军有什么要求呢? 他要实践生就实践教训, 他要极其的敌人占领, 他的国土情况下, 他依据到邻国外边偷偷地在这儿, 他可以搞军备, 这在实际, 在历史上, 政治上都有记载。 在越王勾建卧薪长展的故事中, 所谓十年生剧, 就是奖励声誉扩充兵员, 这是可以在敌人监视下, 不动声色地实施的。 但所谓的十年教训, 即进行军队训练, 却不能在敌人监视下进行, 勾建练兵, 需要寻找一个隐蔽之处, 也在情理之中了。 而从地理位置看, 春秋时代的龙游叫姑米, 到了西汉便更名为太木, 根据说文解字便是, 灭墨即为边境的意思, 这说明姑米很可能是越国或乡邻的国家边境, 属于地广人稀的地方, 倒是可以掩人耳目。 再从具体环境上看, 从远处跳马龙游石窟所在的这个小山丘, 草树茂密, 人际罕至, 也根本看不到任何洞口。 可以说, 石窟洞口位置的设计, 以及向下的开凿方式, 对于仓库说来讲是一些矛盾, 但在这里, 恰恰成为了优点。 杨洪勋的观点的确令大家耳目一新, 但仍然有一些问题难以解释。 首先, 春秋时期主要是用青铜器, 铁器尚未成熟, 而开凿石窟一般都使用铁器, 如若用青铜器讲非常之力, 更别说开凿这么大的石窟群了。 第二, 龙游石窟是一个浩大工程, 至今都让人叹为观止, 而当时的岳王如若有这样的实力, 他不早该复仇了吗? 第三, 岳王勾建卧星长长的故事以名垂青史, 为何如此重要的环节, 却闻所未闻呢? 古人为我们留下了伟大的工程, 同时也留给我们无数谜团。 自龙游石窟发现以来, 各种疑问和猜测从未间断, 他宏伟庞大的建筑方式, 难以琢磨的开凿方法, 都让我们对古人的智慧和勇气折服。 尽管今天我们还不知道他的用途, 但这类龙游石窟的探索, 始终还在继续。 这是一片浩瀚的戈壁, 弥漫着诡异和神秘的细心。 据说入夜, 鬼哭狼好般凄厉的声音, 便从大漠伸出传来。 这里成了死亡之海。 敬请收看, 亚丹皇冠, 哈密, 魔鬼城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